今天教大家如何玩好战战机器武建筑师这个兵种 建筑师它和其他的工程是不一样 有自己独特的地方 我赶到现在除了保护者前锋还有建筑师 其他都全部20级了 建筑师它的大招是一个全新影像的诱饵 被动能力的话就有点普通 它只有15%的反应公式的折扣 然后武器柜的话只有10%的加速 咱们先大致来看一下每一集都奖励什么卡牌 接下来给大家介绍一下技能卡要怎么带 建筑师的话我比较喜欢这样子带卡牌 首先高效修复是必备的它的成本降低60% 然后修复速度增加30% 这样子可以给你省下很多钱 然后就是骗局了 从侧面或者后方攻击时武器上增加200% 哇是真的很强 特别是你拿了狙击枪或者线弹枪的话伤害非常的高 经常很多波次我都能拿到MVP 接下来就是全新影像诱饵的持续时间 满级的话是170%的加成 接下来是延长大招的持续时间 有了这张卡牌你基本上可以做到无限大招 也就是你开一次大招可以持续一整波的时间 接下来就是顶尖 生命值高于50%的防御公司伤害增加40% 无论是你的赶哨 雷霆赶哨 还是陆战都有40%的伤害加成 这个加成会比技工还有机器人专家还要高 区别在于技工的防御公司会有伤害抗性 而且生命值更高 如果你不想这么带卡的话 有没有关系 还有其他卡牌可以给你选择 持续战有个属性能量枯节 如果你打开的话成本是会增加50%的 如果这个时候你选择进驻师或者机器人专家的话 成本就会挺高的 如果是技工的话就会要好很多 因为它本身就减了很多成本 在这里有个小技巧 就是持续战狂热的时候 一般都是要先抬起装备器 再放一下 看一下分解器在哪里 然后对友就先过去占领一下分解器 但是这种抬起放下有点浪费时间 这里有个小技巧 就是你奔跑的时候翻滚下同时按Z 这就相当于你抬起翻下的装备机 如果你是手柄的话 就是翻滚的时候 我按右摇杆 你可以看到前面有两个分解器 我们要优先把装备机移到分解器的附近 队友就帮忙占领这些分解器 在史败尔这个地图 我比较喜欢把装备机放在这个地方 然后第一件事就是买一个武器柜 待会队友交强了之后 就可以把这个武器柜升到四级了 然后就是买很多一级入战的 可以让队友帮你帮忙摆 你可以看到队友占领完分解器之后 就主动过来交能量了 全部交到装备机里面 优先建造一级入战 先不要把它升二级 然后优先把这个武器柜升到四级 接下来你可以再买个武器柜 或者说再买很多路障 说错了不是路障 是屏障 屏障非常的重要 屏障可以托满敌人的速度 为队伍争取时间 装备机之所以放在这个地方 是有个原因的 它是有个安全区 在这个安全区里面是不会出生敌人的 这样子的话 就可以把敌人出生点移到很远的地方 你也不要把装备机放在地图的边缘 是个非常蠢的主意 守在这个地方 左右两边刷的怪非常的少 压力很轻 最主要的压力还是来自于正面 守在这个地方的话 是真的很安全 我和朋友都是守这个地方的 还有个技巧 就是路障竖着往前摆 这样只能最大程度 就可以托满敌人的速度 还有就是分接器要好好的保护 它会给你很多能量 而且它还可以增加团队的生命值 正如我所说的 左右两边出的怪很少 非常的好手 非常的轻松 而且地方非常的狭窄 你摆上很多路战敌人都过不来 等到后面有钱了之后 就可以先修复路战 然后再升到二级了 二级路战的话 它的生命值会更厚一些 而且敌人走路速度会更慢一些 你也可以在走人这里放一个赶哨 可以辅助杀敌 我个人比较喜欢雷霆赶哨 因为它的射程很远 而且还可以经营敌人 在操载这个地图 建议把装备机拉到这块铁皮上面 这是一个非常妙的点位 只有把装备机放在这个地方 家里才不会刷怪 要不然你身后会刷一些怪出来的 这个地图非常适合快速升级 你基本上都知道敌人从哪里出生了 如果队伍里面有强袭手的话 就可以在每个敌人的出生点位 埋一颗手雷 可以快速清掉敌人 而且你只需要摆几少数的路战 就可以阻挡敌人了 还记得我说的 爆超200%的伤害加上吧 你可以开个大招 放全新影像的诱饵 然后从背后用狙击枪 狙女兽人 然后你会发现大招瞬间满的 就相当于无限大招 持续时间是不减的 不管是女兽人还是其他的敌人 你从侧面或者后面打 伤害都是很高的 还有就是失败的这个地图 你会发现 有时候分解器是在这一边 没关系 我们把装备挤到这一边就好了 因为这个地图是对称的 在命令这个地图 我也摆了很多路战 非常的爽 搞活动的时候 激光还可以460能量 一个路战 非常的盛 然后我又摆了几百个路战 看是不是非常的震撼 还有新手工程师 不要放这种低级错误 与路均章 买那么多一级武器柜干掉 这种是真的会把人给气死的 优秀的工程师都会精打气酸 都知道钱该花在什么地方 特别是队伍里面有爆破专家的话 他是需要两个武器柜的 起码两个武器柜 因为他需要装很多流荡 还有GL 满级的爆破专家的输出 是非常的恐怖的 建筑师他虽然没有 另外两个工程师那么厉害 但是他是有自己的优点的 就比如说200%的爆烧伤害 我是为了要做到所有的兵种 20级 所以说最近天天玩建筑师的 我玩的最多的兵种还是技工 技工会更强一点 好的 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主要内容 感谢大家的收看 喜欢的话就点个赞 加个订阅哦 也不要忘了点击订阅按钮 旁边的小铃铛 就可以第一时间 收看到最新的视频了 好的 那么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